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只是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稍微解释一下 我希望你能够了解 所谓销售就是推荐 推荐就是销售 为什么 因为两个一体的 今天你推荐的新人 如果你不把产品销售给他 你等于白推荐了 没有任何一个直销商加入案例之后 不用案例产品能够在案例事业里面成功的 你等于浪费时间去推荐这些人进来 所以你推荐的人之后 你就要把产品销售给他 而如果你建立了顾客的话 为了你将来的发展 为了能够带给你更大的业绩 你要跟进他 然后把他给推荐进来 所以销售推荐是一体的 做了销售 你就要做推荐 做了推荐 你就要做销售 哪一个先 哪一个后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总之 你就是要做销售跟推荐的工作 而且越多越好 记住 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懂得去应用我们的这个职业 成冠的金三角系统是非常有效的 如果你懂得去善用你这个金三角的这个系统 你推荐了新人 你一定要记住 把他带来参加我们的金三角的这个活动 让他参加我们的欧比大会 让他参加我们的这个生涯规划营 这个LRC 我觉得这些活动都能够帮助你的新人 让他对安利更有信心 让他更坚定安利是他的最佳选择 各位你知道吗 我们很多的新人加入了安利这个事业 可是很多人只是兴奋了一阵子 就不做了 为什么 不是你们不推荐的人 而是推荐的人之后留不下他们 为什么 因为外面的环境不是很好 很多的细菌 很多的病毒 对吗 新人 兴冲冲的 加入了安利 然后呢 要去开始了 结果呢 碰到这些病毒 你在做安利 安利 赚不到钱 产品太贵 安利 反正 你很少会碰到对象告诉你说 你做安利 哎呀 为什么你不早一点告诉我 赶快推荐我吧 我好像还没有碰过这样的对象嘛 对不对 这也是我觉得让我们兴奋的地方 这代表说空间很大 对吗 全台湾有2300万的人口 目前也不过20几万个直销商 20几万个当中很多都是挂名的 真正在座的没有几个 所以空间非常大 还有2300万的人口 不是安利直销商 那只是他们不懂 他们不了解安利这个事业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记住 新人 我们要保护他 我们要帮助这个新人 否则的话 你一直推荐 一直推荐 一直推荐 推荐进来之后 结果你没有办法帮他 你没有办法保护他 他碰到了一些消极的 被人家拨了冷水 也就被吸尽感染了 或者被病毒感染了 结果阵亡了 你不觉得很可惜吗 我看我们很多人浪费了很多这样的资源 从今天开始 各位你一定要记住 我们一定要记住 推荐了新人之后 我们要用心去保护他 去帮他 新人他没有信心 因为他没有像你这样的机会 参加这么多会议 有这么强的这个信念 他没有这个知识 他没有这个信心的 所以也就是说 就好像新生的一个baby 他是没有免疫力的 对吗 可是我们都知道 空气中有很多的细菌的 老实讲 我们现在不怕天花 对吗 不怕很多这些所谓的病毒 可是不代表没有 那为什么baby 他不会受感染 你的孩子出生之后 他就有抗体吗 他就免疫力吗 那为什么他不会受感染 因为打预防针吗 对了 各位 我们推荐了很多新人 可是我们没有帮他打预防针 我们没有给他加强他的免疫力 所以当他碰到一些消极的对象 环境之后 他就被影响了 我觉得很可惜 这么多年来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真的很多领导 很多的伙伴 他很努力很勤劳的天天销售推荐推荐了很多新人 可失忆 这些新人开始去发展案例事业的时候 碰到了这些所谓的环境 受到了一些干扰影响 结果选择放弃了 我觉得非常可惜的 今天我要告诉各位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我要帮助你们 每一次你推荐一个新人之后 帮他打一个预防针 不敢讲说他就不会受影响 可是他的免疫力会强很多 所以我特别为成官设计了一套 创业套装成功秘籍 所以以后你推荐到新人 记住 你就让他买一套创业套装成功秘籍 你听完之后你会很兴奋 其实跟进是非常重要的 OK 我们推荐的新人 我们不是要请他参加大会吗 问题是我们多久一场大会 你告诉我 每次一场大会不是很兴奋吗 LRC很兴奋 可是问题我们多久半一场大会 办一场LRC呢 可是你每一天都可能推荐到新人 我们不能等 你明白吗 我们希望能够加快这个速度 所以以其等他来参加我们的大会 不如我们有一套 对不对 非常厉害的这个所谓的套装 里面有最好的这个成功者的这些演讲 等于说是最好的大会 我们录起来的 OK 影片 CD 让他回去24小时都可以看 24小时都可以听 那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我告诉他回去之后 他会越听越兴奋 越看越兴奋 你们当中可能会在想说 啊 傅先生 我也常常这个 用这些工具啊 我很多新人 我都给他这些CD啊 看啊 可是好像效果不是很好 你知道为什么效果不是很好 很简单嘛 因为你用送的嘛 我告诉你哦 这个东西没有价值 有没有价值是要有包装的你知道吗 就好像我的演讲也没有价值 我没有包装 我可以告诉你 所以我们收费 一点点 而且我们收费 也不是自己放在自己口袋里面 我们乘管的领导人 从来没有赚资料商的钱 所有的费用 回归到这一个团队里面去 所以我们的收费很低 如果包装就不一样 你知道我们有很多人去参加一些 激励大师的那些培训会 一堂课 不是一万都有好几千 可是还是很多人去听啊 对吗 当然有一些激励大师很会讲 值得听 可是有些可能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的 从来没有过什么辉煌的事业的 他们只是参加过一些培训课 口才很好 可是他照样能够收这么高的费用 而我们很多人厌力花几千块去听 为什么 包装 当你崇拜 当你想去听的时候 多少钱你都厌力拿出来 对吗 当然我们去设计这套东西的时候 你看你们有很多人拿以前这个CD 你们的拷贝的 然后这个看起来就是连包装都没有的 你说你的朋友对象 会对这个大会的主讲嘉宾 会心存敬意吗 不会的啦 他拿回去他就丢掉了 对吗 他听都不会听了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很多人霸解到这个方法不好用 其实不是不好用 是你不懂得用 所以今天你们好好的听我讲 我截着这一套套 光是创业套装成功密集 就已经引起人家的兴趣了啦 还有我 这些东西你最好不要给他 虽然说不贵 可是记住 你要先把这些里面的内容 主讲嘉宾 你要先做一个销售 这就叫包装嘛 对吗 就好像你看我在还没有做阿力之前 我想创业 我到书店我去买谁的书 我去买王永庆的书 我去买这个松下信资助的书 我相信你们很多人也都去找这一些 所谓的成功的企业家 他们的成功的故事 他们的这个成功的一些方法 对不对 所以今天这一个人 如果他想做阿力的话 他一定是想要去跟一些成功的领导人 学他们如何成功的嘛 就看你怎么去销售这一套资料 你要销售到 就好像刚才我所讲的那些激励大师 他们办的这些课程 哇 人家业力花几千块钱去参加 如果今天你能够把这一套东西销售到 哇 值得几千块 甚至几万块 我告诉你 听的人 他就会心存经意 他就想要拥有 他就想要买来听 如果他知道原来是这么 这个便宜 可是不代表他没有价值 他买回去 他就会听 当他真的用心听的时候 他就会认同 他就会受到影响 他就会被说服 各位 你们刚刚开始做阿力事业 你们没有我们讲的那么的深入 你绝对没有 理防治皇冠大使 讲的那么生动 当他讲到梦想 当他讲到 我觉得这些东西 对新人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力 秋中国皇冠大使 我觉得这些领导人 他们都有很深厚的这些功力 如果你懂得做这样的一个销售 这一套成贯 创业套装 成功密集 绝对能够帮助你们的新人 绝对能够帮助你 让他们有这一个免疫力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还有一点 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 记住 边做边携边携边携边做 当一个人 这一个受到影响 想要做阿力的时候 立即的 最好是48小时之内 帮他见一个顾客 跟帮他推荐一个指甲商 这一点如果你不懂 你可以请你的上线帮你这一个忙 我觉得这个深入 就是成贯天龙霸布的第七步 深入发展 我们不要推荐了一个新人 然后让他很无助的自身自面 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只要推荐人进来 我们销售一套 创业套装给他 然后帮助他 尽快的建立一个顾客 推荐一个新人 48小时之内 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 我告诉你 这个新人 他就会有无比的信心 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 成功 带来成功 success breed success 各位 我们每一个领导人 每一个指销商 我们推荐的第一个顾客 跟第一个指销商 我们都非常的兴奋 对不对 你们可能已经忘了 事实上 真的 每一个领导人 他的第一个指销商 或他第一个顾客 都会让他无比的兴奋 也给他无比的这一个信心 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一个道理 我们只要推荐到一个新人 我们就要懂得深入 我们帮他建立一个顾客 帮他推荐一个新人 记住 深入 不要只是推荐了一个就停了 为什么你不深入第二代 如果能够的话 为什么不深入第三代 目标是深入时代 我告诉你 如果你照着这个步骤去做 第七步将会帮助你建立一个组织网 建立一个团队 你的组织网的人数会越来越多 你就可以进入天龙八步的第八步 从你的团队当中去找领导人 当你找到领导人的时候 你的速度就会很快了 当你找到四个领导人的 你用4x4的方法去发展按这个事业 很快的 你就可以做到21%了 这四个人当中 只要三组做到21% 做到递递 你就是翡翠了 再重复一次的话 你就是钻石 所以各位 天龙八步 非常的有效 分享给你们 希望你们好好地去应用 这一套成功八步曲 很多人 用了这成功八步曲 都做到钻石 好好地去应用它 相信 下一个钻石 就是 你 我 有 我 有 我 我 有 感谢观看